好,11月25日,今天又說一小時 2月28日,大師跟我有一個表演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到時大家看看有沒有興趣 正面交鋒,火爆激電 美國的通脹,如果你不設施關稅就根本受不了 所有問題都是通脹的問題 美匯指數,大家很害怕,金錢是不是會死呢 大陸不是所有事情都是100%自己做 其實匯價升值只是影響增值的部分 現在這個推測,這個升市都不是硬得太下 過年一月就糟糕了 未來的大變化是很大,可以說真的決戰前夕 2022年,中美經濟誰先崩潰? 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 晚上7點到9點,旺角麥花省球場隆重舉行 怎樣才可以免費出席?很簡單 只要你訂購D18第26季網台,沈大師港投資 和羅家聰60分鐘驚人論,就一定可以出席 又或者你越早訂購第26季,沈大師或羅家聰任何一個節目 就越大機會可以出席 訂購節目之後,我們會有出席回條傳送給你們 填桌之後,當日入場門票,我們就會寄給你 D18網台,沈大師港投資 羅家聰60分鐘驚人論,聯合投資分享會 2022年中美經濟誰先崩潰? 機會可一不可在,快點訂購D18網台節目 訂購熱線22971825 22971825 報名字是這陣子要報的 因為現在還有些限聚 悶就沒有了 好,來了 這個星期主要都是提到那些 息口的前景、通脹等等 那些事情 昨晚聯儲哥出了一個意識幾要 都很清楚了 將那個息口有機會來 早點開始加息 和早點開始停賣債 我們看看第三頁 第三頁那裡,你見到這個就是 利率期貨最新的 這個還未遇到昨晚的變化 那個看法就是 每次加息的忍生的機會 都是越來越高的 一直高下去 高下去後年的1月 是,2023年 但是這個其實是 昨晚出了議息幾要之前發佈的 出了其實分別都不是太大的 因為他說的話都已經知道了 你看到橙色的那個 對方右邊說的是加多少次 對方右邊說的是差不多三次 那就是其實呢 預計在一年鬆些內 因為這個截至2023年2月 一年鬆些內就會加三次 但是這個三次的估計可能就是 六九十二 就是明年的六月開始 這個也是之前的說法 我猜其實就可能會再更早一點 因為呢 你昨晚出了那個PCE通脹 那麼這個 這個slide就沒有放進去 那麼就把口答 那麼你看到它最新的那個 整體那個數字是向上的 但是核心那個都向上的 那就是說呢 整個通脹壓力呢 就不只是油價帶動 這個情況跟08那次有些不同 08那次呢 就是那個整體通脹去到5%上 但是核心通脹只是一半很高 就是23年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不是 現在是兩樣一起上 那真的那個通脹壓力 是仍然真真出出來了 這個情況其實就是 那麼今年年頭到開始比較明顯一些 就是如果說回頭 如果聯儲局是早點停了QE 比如說去年3、4月就很害怕了 那麼去到去年較後期 在年尾呢 其實雖然疫情是再來的 但是其實那個市場已經不害怕了 如果觀察到那個市場不害怕的疫情 如果那時候它肯收檔的話 那麼其實現在的情況可能沒有那麼惡劣 那麼但是一路一路逮捕 那死捕的時候 那當然逮捕一定有效果的 但是現在那個效果是過濃的 就是很明顯是好過燈的 那麼還有就拜登 他出他一一一上 一一一一 再提到白威爾的時候 都說明說那個通脹的問題很嚴重 這個你直接威脅到他那個民望無言有聲酸 那麼所以呢其實 其實白威爾就算你當他是一個很聽話 很很微常的一個一個伙計也好 那麼他在 埃登 就是他最終那個老闆要他去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候 那麼現在其實要他做的事情主要都是收水 還有打直去壓這個通脹 那麼那個通脹那個壓力呢 現在大到其實你說明年年中才開始加 然後全年做三次 但是以現在的發展 即使你譬如說那個油價 可能去到埃近年尾前後 差不多可能見了高位下回來 下多少呢 未必下很多 可能下回到60元那頭 你譬如整個油價上流價各個通道 較下方那裡 好了 比如說回到那裡 但是油價那個按年那個上升 其實都還是很 幅度都很大 那就是說貢獻那個通脹那裡 那個壓力都不是小 你想回去年差不多這些時間 那個油價其實都 還沒有60元而已 那你變成按年都說有一個 多大的幅度的時候 這一下子首先就是 對那個通脹是正貢獻 不是負貢獻 第二 你實在不是油價那些核心的項目 現在都在飆上來 因為那個 這個跟那個需求有關 需求又跟那個寬鬆那個貨幣有關 那個貨幣是沒有收的 你按年計那個貨幣那個 上升的速度還是很快的時候 那變成你真的要針對那個核心通脹 就一定要把那個貨幣是減的 即是新增那個部分要減的 甚至停掉它 甚至如果加息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倒縮的 那才有辦法可以把那個通脹按 但是呢 你觀察到最近那個貨幣帶動那個通脹 其實都不是所謂real time incident的 是有些時差的 由它做大手的量寬 即是說去年三四月 到那個通脹出來 即是說到今年年後 其實那個time gap 即是時差 一定都是一年的 甚至一年以上的 所以即使它現在肯減買債 肯去到頭收稅 實際上它拉動到那個通脹回落的效果 都不是馬上出來的 要是隔了可能一年 這樣一段時間才會進行 那如果以用這個圖去量度 即是貨幣和通脹關係去量度 其實通脹要明年第三季左右 才見到頂 那如果你明年第三季才見到頂 現在還有這麼多個月空間 即是這麼多個月的時間 那你想想 就算它升慢了也好 它可能都會再標去一些相對高的位 相對高的位 在怎麼量度是多少呢 如果用不同的指標去量度 可以去到七至十幾個%都可以 即是通脹最高的位置 那如果你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那個市場的影響可以很厲害 所以明年那個局面相當 不確定程度相當高 這個要留意 那整個加息那個步伐 你按它現在說 市場就說三次 實際我看就不止 即是很可能要提早到明年 更早譬如第一二季 甚至可能那個加息那個步伐 未必是隔次加 也都未必可以做到四至一些這麼少 即是你起碼要追回 即是現在說通脹是六 或者以上 BCE算到五 那你起碼追回 那你起碼要去到通脹一半 或者最好不要欠太多 即是這樣才行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就連短息都可能會升得很急 現在最近呢 我就會講一講 就主要是兩三五年期那些 就升得比較急 這個就反映整個加息 就未必是很短暫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中期的加息的步伐 因為你短的那些 就是講三個月到十二個月的那些時候 其實早前已經是上了 9月10月那一陣已經飆升了 但是呢 現在這條U curve 就是谷中間那部分 那谷中間那部分呢 就是講一年以後的日子 都應該還要加加息的 所以你可以預計 如果由短期內 三幾個月內可能開始加息 到一年以後都還要加息 那這個加息就起碼有若干磁 就不是說之前那些這麼輕便 可以很快做的 好 第四頁 第四頁呢 現在想給你看 就是說那個 全球的通脹其實都不是很均勻的 就是不要經常人家說滯脹 自己也說滯脹 你都要看實際上那個數據 那數據就是呢 現在這裡比中歐三個 三個時區或者三個 三個領域 地球 斬開三件的話 那你就 你看到那個黑的那條 尾那條呢 其實是 很明顯是走得挺快的 還有那個 那個up trend 就是由海嘯到現在那個 那個催星那個情況 挺明顯的 反而呢 我們這邊 中國 你看到綠色那個 就是向下的 就是雖然 最近升 大家都升 但是 但是用十年 十幾年的眼光看 就是其實 綠色的路線 一直都是出向 黑色的路線 就是出向上 我不說出向上 就自己看一看 那就 在中間那個歐洲呢 它的情況就是 好像夾在那個 美中之間 就是 中間 不是說升得很明顯 但是 又未至於跌 就是 就是一個 無論地域 和那個 通脹的狀態 都是夾在中間 那所以 現在看來 就 那個 全球的 息口的發展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下一張 兩年期 兩年期 你看到 就是 但是 不要看水平 水平本身 就大陸那個 是說三厘的頭 它這個 也都分了兩條 AXS 那就 美歐的話 在右邊 黑色和紅色的話 在右邊 你看到 美那個 是上銀 就是尤其是 9月打後 就是對那個 通脹那個 那個市場的 反應很大 就是9月打後 你開始的通脹 真的見到 5、6 即不是短暫 因為 當初上到5 你看到 上去4 上去5 那一下CPI計 它5那一下 停了兩個月 但是之後會再飆上去 就是 過去一兩個月的市場 市場開始知道 這次不是短暫 是說基數效應 因為你基數效應 其實去到去年 8、9月 數字正常化之後 應該不會再有基數效應 你沒有基數效應 之下 你按連計 整個六、七 就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 基數的問題 真的 那些東西快了 還有你看到 這都是 整體的核心 整體核心 都上 那這個也不是油價 那麼簡單的問題 這個真的 所有東西都在貴 那所以 你看到 美國的上 但是 大陸的就下 同時 在歐洲那個 最近 就是 下跌 但是我估計 其實 按照剛才的通脹發展 黃色那個債息 都會很短時間內 是會收回上去跟進 起碼是介乎 就是趨勢上 不是水平 而是趨勢上 是介乎 美中之間 那 那 就 跟著 就 看看那些 匯價 還有 另外 一些樣式 有相關的 第六頁 那 美金最近 就上到 去 九十六十七 那 那 那 現在看來 就不是說 真是 一個 很急會 去到一百 那隻 因為 你夾回 剛才那個圖 兩板前 我們看到 那個歐洲的通脹 其實就已經介乎 是 美中之間 還有趨勢 是趨向於美國那邊 也是跟著上面 那 你如果當那些 顏色 尤其是兩面 那些 反映中期的 那些 那些 都跟著走 現在歐洲 死口說不加 但是你說不加 說不加 連儲工總派都這樣說 都說不加了 但是現在是在逼你 市場逼你的時候 那些兩面去走的時候 那個 美金 最主要 它對的就是 歐洲貨幣 歐元 最大的膽 歐元 一上回的時候 這個歐元 如果你們兩面上 其實整個美匯 也有個調整的壓力 這幅圖 你看到那些 那些位置 就 50 中間那個 黃金斬去了 破了 破了這個 下一個就是 綠色上面 綠色的條 那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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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是 整個 跌市的 反彈回 61.8 那61.8 你看回 那個圖 2020年 六七月那裡 那個高位 剛剛就是這條 綠色線 那所以呢 現在它這樣 夾上去 很明顯 是對稱地 好像 2020年 八月 七月 六月那樣 回頭的情況 就是 急升 然後慢 慢到去哪裡 慢到去98 上下那裡的建地 那你現在 說的是96 鬆一點 再上98 還有隔幾 還有隔幾的時候 說多不多 不過說少也不是少 那你這樣上去 但是其實這陣子 都還是 相對可能 會 反覆一點的 那 就 始終你美金上 有些東西 會首當其衝 譬如說你直接對美金 那些有些商品 我們第二百戶黨 就做了 那股市其實 這陣子的表現 都是錯的 那 就 第七頁 也想說說一件事 就是 這陣子 人民幣 就 還是強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職訂購支持